第七届佛教文化文凭毕业典礼 日前在香港的佛光道场文心登场 而这一届的课程吸引了70多人报名 创下了历史性高 共和网同高 六十二位学生开心领取毕业证书 其中还有18人获颁奖学金 第七届佛教文化文凭 继人间佛教文化证书课程毕业典礼 在香港佛光道场热闹举行 佛王山港澳省总主持永妇法师 也特别送上两份大礼 祝福毕业生蓬城万里 送给各位一支无形的彩色饼 让大家继续去绘画出 更美好的生命未来 那再来送一样礼物就是 手提袋 不是实体的手提袋 这个手提袋所代表的是 如同我们面对生命 要能够提得起 要能够放得下 除了法师之外 老师们已向毕业生 送上文心叮咛 我尽心祝愿大家 能够把我们所学的知识 应用的社会当中去 做到知行合一 真正的能够为社会 为佛教 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凭课程的这段精神之旅 结束了 但我们追行佛法的脚步 不会结束 要知行合一 止于至上 用佛法的智慧 与上美 去点亮我们的人生 自立利他 共同建设人间净土 全场齐唱喜别歌 场面超温馨 尽管毕业了 但这不是结束 而是行佛开始 毕业生们带着老师们 鼓励法院知行合一 自立利他 建设人间净土 让佛法正能量 传遍香港社会 任务是香港综合报导